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东四大街,我右手边呢有一条胡同是东四头条 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故居就在东四头条的最东头 这是一条死胡同,因为中间被文化部的大楼给截断了 所以这条胡同只有193米长 侯宝林大师的故居就在胡同的最里边 这是文革之后他在这儿买的房子 估计在这儿买房可能也是因为这儿离文化部比较近 因为当时很多文化名人都是住在这条胡同那边 像当时钱钟书和毛顿都住在这条胡同那边 右手边就是地铁口 在地铁口的对面也就是我的左手边就有一个四合院 还是非常大的 这一看就是个豪宅了 你看门口停的都是保姆级的车 光这倒座房就好几间 近身也是非常长的将近有20米的近身感觉 但是这个四合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新 这应该是之前老院的拆了之后重新修复的 这么大的四合院现在值几个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更高 看看这边停了一辆路虎 大门呢也是一个广量的大门 像这种四合院里边装修的肯定也是非常豪华的 门口停的也都是豪车 胡同口呢就是地铁站 很多想来北京玩的朋友呢都问我来了之后住哪比较方便 一是推荐大家在前门附近 因为离天安门广场比较近 看升旗什么的去的比较方便 第二呢可以推荐大家来东四这边住 因为这边离那边也不远 相对来说这个宾馆的价格还要便宜一些 这边出行呢也是比较方便的 大家看啊这个胡同里边有四合院也有这样的大杂院 像这种胡同里边住的应该都是大杂院了 还有对面这个小门里边这都是大杂院 像这条胡同呢还是比较宽的 能停下车中间再走一辆车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想知道这个是独门独院还是大杂院 咱们看看门口的店表就知道了 再有一个就是看一看这个大门敞开的 一般都是大杂院 因为那种私宅大门都是关着的 像这个院子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院落了 但是现在也成为这种大杂院了 像胡同里边这一个比较大的院落 里边有的住上几十户 有的甚至住上上百户 其实大家数数墙上的店表就知道 这一个院里住了多少户了 看一看 这个洗了衣服也只能晾在外边 你看这个小门里边光墙上的店表就多少块 看着门口挺好的 但是进去之后 每家每户的面积都不是特别的大 十多平米 包括这边胡同里边也都是大杂院了 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这个故居呢 就在前边 他这的这个房子呢面积也不是很大 就是眼前这一户了 每次来这都是大门紧闭的 墙上写着侯宝林故居 侯宝林先生呢是1917年出生 他是天津人 后来过季到北京的 小的时候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 12岁就去天墙学艺了 吃了很多的苦 正当他那个有所成绩的时候呢 抗日开始了 解放之后呢 才逐渐恢复演出 但是紧接着就是文革 直到1974年 才重新开始演出 这个房子是他那个 后来买的 他最早的时候是住在宣武那边 侯宝林呢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就是侯耀忠先生 他有个儿子就是 在德云社里边 就连郭德纲都不敢惹的 侯震 而且郭德纲也总是调侃说 这是我师父给我留下的 非文化物质遗产 侯宝林的二儿子呢 就是侯耀华 他的三儿子就是 郭德纲的师父侯耀文 侯耀华和侯耀文 是一乃同胞的亲兄弟 您看这个门口呢 停了一辆共享单车 这儿还拿这个墩子啊 站的是车位 之前来这儿呢 这门口总是停着车 而且有的时候 还堵着这个门 因为现在这个宅子啊 现在已经没人在这儿居住了 在07年刚成立的时候 郭德纲和很多相声同仁 都来过这里 这个宅子不是特别大 里边只有两间房 差不多也就是50多平 现在应该是侯家的私产 其实侯宝林先生呢 在这儿住的时间并不长 只在这儿住了6年 1987年到1993年 是在这儿居住的 93年的2月份 侯宝林先生去世的 这个房子里边 还有侯宝林先生的铜像 和他们家人的一些照片 听这个周边的老住户说呢 侯家有意想把这儿 改成一个开放式 可以参观的地儿 所以现在他是没有开放的 咱们期待他早日开放 一起进去看一看 你看他旁边 这个院落也是一个大杂院了 我在一期综艺节目上 看到过这个张国立 说他以前刚来北京的时候 也经常来这个院落里边 因为他和这个郭德纲的师傅 就是侯耀文嘛 都是文工团的 而且两个人关系很好 圣寺亲兄弟的那种 在张国立刚来北京的时候呢 经常来这边住 而且他还自己说 见到过侯宝林先生 交徒弟 你看对面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四合院了 但是这个院落的大门 和其他的四合院的大门 颜色不一样 它这是一个棕色的大门 这也是一个豪宅了 很多人呢都以为这个院落 是侯宝林大师的故居 其实不是的 谁也没想到 侯宝林相声大师的故居 这么不起啊 如果不是门口有个牌儿 咱们谁也不知道 你看这帅哥美女 也是来这儿看的 侯耀华也在这儿居住过一段时间 咱们期待他能早日开放吧 开放之后带大家进去参观参观 你看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落 谁能想到这是大名鼎鼎 相声大师 侯宝林的故居呢